畫人像對我來說最大的樂趣就是 因為其實面部或人體 每一個組織和結構都是獨特之處 怎樣用五官去構造一個人 是一個很大的宇宙 因為電影和我基本上沒有分開過 尤其是我對於我自己在西環長大的 在西環時有一、兩間戲院對我來說是很深刻的印象 一直以來我自己培養了很喜歡看電影的興趣 我就想 我這麼喜歡電影 我又很想很多時候把那些電影的感受畫出來 那我不如成立一個項目是畫電影 那就出現了陳亞力映畫 而我從來因為畫人 我很專注在這個人畫出來後 究竟我可不可以讓你知道他是一個什麼人 又或者我會不會在我的畫面發掘到 另一些去的東西讓你看到呢 《星塵畫布》我想在我這幾年的路上 其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 因為這本書是我選了90個香港電影的女角色 去做我的主題 那我怎樣能夠選擇一個我心目中 在那一部電影或者那個角色的時候 最漂亮的一個時刻給我畫呢 其實找Ravenson花了我很多時間 很辛苦亦是很大樂趣的 因為那些才是我真正想表達的東西 其實很多看過我本書的人都知道 其實本書是說我自己的 是一個蠻自肥的 但是亦都因為這件事 原來有些人是覺得很有趣的 除了會嘗試去多點了解 本書裡面我講過90個電影女角色 他們演的電影 他們本身的這個演員之外 亦都有點興趣想知道我更是一個什麼的人 導演們是之前一年 對於我來說一個很重要的項目 導演們帶給我的 會可能令到我真真正正去認識了一個導演 或者令到一個導演去認識我 就算導演們之前我自己出書也好 我也都因為出書這件事 而可能我會認識到裡面被我畫過的演員 這些都是預計不到得到的東西 這幾年畫畫給我的感受 除了我自己第一生 我自己享受了那件事之外 繼而我知道了這幾年 原來我畫畫出來的東西 無論任何醫體 無論任何題材 原來會有人有共鳴 原來有感染力 近兩三年 可能因為疫情的問題 其實大家都真的多了機會 去專注一些新生代的演員 導演 甚至歌手 或者組合 流行的程度 究竟去到哪裏 我會不會是幫忙幫忙 去創大那件事 去給予更多人知道這個範疇的東西 因為我自己都有聽 我自己都有接觸 我都覺得很多是做得很好 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是要一起去幫忙 去判斷那件事 亦都是我接下來很想 或者開始想 將這些逐一逐一畫出來